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火蛇伴随浓烟不断从四楼阳台窜出 公寓住户纷纷逃到街上 好像有听到爆炸一声这样子 爆炸一声吗 在四楼是不是 四楼对 四楼是干什么 就一般住家 消防队到场升起云梯车 并从公寓内部进入 从内外两路灭火 就要迅速进入内部来抢救 那在四楼啊 在四楼的前面客厅啊 有发现啊 一名啊 烧焦的人员 那事后啊 根据啊 那个当地的礼长表示啊 这名老是一个独居 然后行动不便的一个老人 台中市西区华美街 升平街口这栋公寓的四楼 二十二号晚间发生火警 火势约十五分钟扑灭 独居的六十四岁 王姓妇人葬生活场 应该会 有时候朋友会煮饭来给他 他以前还有走出来 带一只小狗 现在没有了 没有出来了 慈激志工第一时间 赶到现场关心 并带来矿泉水 慰绕紧易销人员 传出妇人的孩子都住在北部 志工将后续追踪协助 至于确切起火原因 有待紧销深入调查 大爱新闻台中综合报导 台湾借近日本的建筑技术 开发出台湾新型高强度 钢筋混凝土的工法 要突破传统的混凝土 只能盖二十七楼左右的高度限制 两株的体积缩小了百分之四十五 供期更是大幅减少一半 但更重要的是 让钢筋和混凝土的强度 与耐震度也都跟着提高 台湾都市区人口稠密 只能尽可能盖高楼层 解决住宅用地饱和问题 但传统钢筋混凝土 是用人工捆绑钢筋 因此只能盖到二十七楼左右 现在另一种新型工法 钢筋是螺旋纹路 能用续接套筒连结 就像乐高积木一样 不断增高 突破楼层限制 耐震度更同步升级 钢筋的材料强度把它提高 跟混凝土材料强度把它提高 那等一下我们可以看 它的范围提高 混凝土大概提高到2.4倍 那混凝土大概提高 钢筋大概提高到1.6倍 此外新型钢筋混凝土工法 强度增加 因此缩少量柱体积近45% 续接套筒的技术 能先在厂区进行组装 工期更缩短一半 只是成本也随之增加 以一平面积来算 贵上两万元左右 建设公司业者呼吁 工部门介入为新技术解套 政府诱导最容易的方法 就是在容积上 在建筑容积上 如果有点放宽 它诱导都市更新 容积给你增加20% 30% 这是一种政府非常方便 在成本问题解决 新型工法提升土地利用率 与耐震强度的优势 便能为台湾建筑技术 往前迈进一大步 大野新闻 杨韵慈克兴志台北报导 台南市社会局和YNCA合作 开了一家长照咖啡馆 不仅开课要教长辈如何煮咖啡 也提供照顾者和社区民众 一个休息互动的空间 这样的机会 不但让长辈从服务中 获得自我认同和满足 也能借此来增加 他们的社会参与感 磨豆鸡坐像 咖啡豆的香气飘散出来 这几位长辈是吧台新手 要拍一拍 然后基本才会在上面 他们三位年纪都是65岁以上 曾在乐陵学堂雪冲咖啡 现在是这家咖啡馆的志工 刚刚还没有对话 我们就比较不会老化 而且来这边你可以成长自己 活到老 血到老 这样子比较不可能失智嘛 走出去 不要待在里面 然后多学习一些新的事物 先看这一杯有没有达到 你想要的味道 跟他们聊天啊 然后了解他们的生活经历啊 然后在相处上面都是很开心 长辈有收获 年轻人也更了解他们 台南市社会局 希望民众更容易找到厂照服务 成立了这家咖啡馆 吸引民众 其实在还没有遇到 或是已经遇到的时候 有一个地方是可以很亲切的 或是觉得没有压力的地方 去做一个资讯 我们未来有计划 这边也可以做一个 西级的照顾单位 就是往上升一级 甚至有简易的零托 人人都会老 长照咖啡馆提供照顾者 和受照顾者一个自在的空间 让长照就在你我身边 大海新闻拍摄 来认识这一对夫妻党 慈记志工卓云和李玲 他们是中区资深的真善美志工 20多年来大小活动 都可以看到夫妻的身影 外人看他们是一对神仙俊旅 但其实刚结婚的前20多年 他们的个性不合 什么都能吵 后来是因为加入慈记 慢慢磨合 才变成志同道合 今天也是他们结婚的 52周年纪念日 要一起来看他们的转变 每周二上午 卓云和李玲 夫妻一起做环保 把那张开好之后 医生就说 你现在要打20分钟 休息40分钟 眼睛开刀不能长盯荧幕 78岁的李玲闲不住 重心渐渐移到环保 在我来说是润高比较简单 88岁的卓云把环保 当作养生运动 但她的最爱还是写文章 这些年学生多了 她退居幕后 润稿改稿 文章是精致的语言 你要精致 而且要通顺 踏入慈记 当真善美之工 20多年来 许多重要活动 都可看到两人身影 不管是好的 或者是幸福的 不幸福的 你都可以感受到 很多不一样的人生 李玲喜欢采访 也算卓云的学生 但文章要被修改 常觉得不服气 她的快心里有时候不静 她的东西稍微有点粗糙 可是她的文章内容很好 我做文成绩不比你差 我小学是全校第二名 能干的人有一定傲气 是不是 能干的人 我就是顺着她的傲气 给她潜能开发出来 对呀 我说我文章要给你看 我连看都不给她看 个性不同 前面20多年什么都能吵 后来这20多年是因为做慈祭 才发现彼此是永远的靠山 4月23号这一天 是两人结婚52周年 卓云和李玲都同意 怨偶已经变成了 志同道合的菩萨道旅 无可取代 大爱新闻李亚平 郭继宗台中报道 来关心国界消息 菲律宾在昨天傍晚 发生了规模6.3的强症 剧烈的摇晃导致交通 运输受到影响 还有不少建筑物倒塌 整个搜救行动还在持续进行 目前得知至少有11人丧命 还有多达40人 受困在挖力堆中 这一体地震发生在首都 马尼拉西北方60公里 深度有40公里 属于极浅层地震 根据CNN的报道 当地至少又测到 多达52起的雨震 位在首都的克拉克国际机场 因为严重受损 地震发生后 紧急关闭24小时 这一起地震造成多栋建筑物 墙壁严重毁损 救难队员车也搜救 把握每分每秒 要尽快将伤者送往一眼之牢 斯里兰卡爆炸案第二天 由于当地警方 在首都可伦坡各地 又发现数十枚炸弹 担心爆炸事件还没有结束 因此斯里兰卡政府宣布 从22号午夜开始 进入全国紧急状态 社群媒体包括脸书或WhatsApp 也会持续封锁 政府表示 除了要追查幕后黑手 现在也要厘清 为什么会收到勤资 却来不及阻止攻击发生 斯里兰卡警方赶紧从路边 一台白色车辆离开 并且撤离街上所有人 下一秒 一声轰然巨响 车子成为焦炭 周日复活节爆炸事件后 隔天相关单位 又在遭到攻击的教堂外 这台白色车 和首都可伦坡的 国际机场外车辆 找到两颗炸弹 马上拆除和引爆 令人震惊的是 可伦坡市区一个公车站里 还有87个炸弹引爆装置 情况严峻 让全国在周一半夜 进入紧急状态 而斯里兰卡政府 还有个更急迫的问题 需要厘清 斯里兰卡总理 威克瑞米辛赫 在爆炸案发生当天 召开国际记者会时 就表示 相关线报被不明人士扣住 他本人和内阁各部长 完全不知情 外界推测 总理指控的对象 很有可能是掌管军警体系 和他向来不合的 总统习瑞塞纳 这场爆炸案造成几百人严重死伤 令回一体的家属 也怀着悲痛安葬至亲 有些人则是还抱有一丝希望 祈祷亲友还活着 由于斯里兰卡恐攻罹难者也有外国人 美国政府也表示会大力协助抓除凶手 目前FBI和国际刑警组织已经前往调查 而根据斯里兰卡内阁发言人报告 初步研判这起炸弹攻击 可能也有国际恐怖组织干涉 大海新闻 郑宇轩编译 全球电商巨头亚马逊宣布 要关闭在中国大陆耕耘16年的电商平台 不过网络业务像是云端运算 或者是Kindle电子书等等 则是不受到影响 消费者如果需要订购商品 还是可以透过全球的商店来购买 亚马逊官方宣布 7月18号开始要结束在中国大陆的线上销售平台 创新工厂创办人李开复表示 亚马逊的决定背后有许多复杂的因素 可能是管理和销售的方式 和在地电商相比较没有弹性 另外由市场分析师指出 亚马逊出货的速度比在地电商天猫更还慢 导致发展不如预期 始终没有办法真正打入中国大陆的市场 美国川普政府宣布要进一步紧缩对伊朗的石油制裁 包括台湾等八个国家 5月22号开始不再拥有进口伊朗石油的豁免权 这对各国的影响相当的大 不过根据中油表示 今年台湾并没有向伊朗购买原油 也不会受到制裁的影响 美国国务卿蓬佩奥 星期一宣布将进一步扩大对伊朗石油禁令 下个月初开始会取消包括台湾等八个国家 进口伊朗石油的豁免权 消息一出国际油价周一大涨约3% 达6个月以来最高点 美国去年5月退出和伊朗签订的核子协议后 11月重启对伊朗的石油制裁 希望切断伊朗发展核武的经济来源 不过为了防止国际油价因此飙涨 特别允许八个国家享有豁免的待遇 而这次美国百民封杀 可能导致伊朗石油出口全面停摆 各国也会连带受到影响 日本官方也出面说明 而中国大陆和印度是进口伊朗石油的最大国 如果两国不愿意配合美国恐怕让各国关系紧张 甚至引发贸易问题牵动国际情势 大爱新闻杨请编译 马来西亚雪龙子季志工为45户照顾户家庭送上露胶床垫 这些照顾户家庭当中 有人曾经存了好久的钱都没有办法如愿 买一张床来送给妈妈 也有的照顾户看到志工送来的床垫是迫不及待马上试一试 但这些床垫的背后其实都是源自企业会馈的爱心 出动两辆货车20位雪龙子季志工 准备将厂商结缘的床垫送给刺激照顾户 我们的老板说有些东西 这些全部都是新的东西来的 因为可能有点瑕疵了 或是怎样来讲的话 我们取社会用语 这个社会说的就是对于有需要的人的话 我们就是尽量的去帮忙他 经过统计志工总共送出61张床垫到45户家庭 我们发现妈妈和三个孩子 一起住在一个房间里面 就一个king size的床 所以四个人就没办法够睡了 所以就需要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床 妈妈直接睡在下面的 睡地下 有想过要自己买一个地浪给妈妈睡吗 有 有啊 没有钱买给的 有存钱吗 有可是给妈妈的 妈妈要用到就给妈妈睡 一次就买不成了那个床 有了卤胶床垫照顾户改善睡眠品质 在之前他们多数睡在地板或捡别人睡过的床垫 苏玛蒂的先生中风后无法工作 一家八口平时挤在同间房 志工送来的床垫 孩子迫不及待想事 他们脸上的笑容仿佛告诉志工 今晚将会有个好眠 在新闻真善美志工 陈清香何永康 陈永福 马来西亚报导 中国大陆四川怀口 有一位慈禧助学生叫做张元鹏 从小和父亲相依为命 爸爸平日忙着工作赚钱 很少待在家 他也因为没有人教导 不懂得怎么整理家户 所以家里的环境是十分脏乱 慈禧志工心疼两父子的居家环境如此 因此动员了大批人力协助大扫除 上下铺堆满了衣服 床单 被褥也都凌乱不堪 这里是慈禧助学生张仁鹏的家 从小家里就只有父子两人 爸爸忙着挣钱 他也不懂怎么整理家户 我们带过来了几个大的整理箱 把爸爸的衣服和仁鹏的衣服分开 然后我们在整理箱上贴上名字 你要找你的衣服的时候就很清楚 就可以从你的箱子里找到 为了帮他们父子大扫除 四川职工来了20人 大家分工合作 连村干部也一起加入 这群非亲非故人 能帮助这些困难的人 我觉得非常感动 所以说今天我来了 我也很开心跟他们一起 帮助这些困难的人一起清理这些房间 人多好办事 屋里屋外在职工的整理下 变得干净净燃 从小就缺乏母爱的张仁鹏 也在职工陪伴下开始学做家务活 想跟他们帮助我 搞这些我心里很高兴 以后我的娃娃也要请他们一样 一样帮助每个人应该帮助的人 我们就是让他感觉到有一种 就是妈妈的一种爱 不光光是对这个助学经的一个发放 更重要的就是对我们这个孩子 心里的一个陪伴 我都带起有点职工 用妈妈心疼惜助学生 期盼补足他心里的缺憾 让爱完整 大家新闻 叶萍 四川宝宝 回到台湾来看到 慈激职工长期关怀一位照顾户 黄先生和他的太太 黄先生因为中风行动不便 太太更是脊椎瘫痪 两人现在面临搬家的困境 职工在得知之后 号召人力前来帮忙 短短两个小时 就把所有的家电和家具 搬到新的租屋处 还为两夫妻送上了极难救助金 但是黄先生是立刻婉拒 他说慈激15年来的关怀 让他现在在能力范围内 也想做一个手心向下的人 还在使用旧式电视机 这一户的经济状况可想而知 黄先生中风一手一脚不方便 太太脊椎瘫痪多年 面临社区即将都更 房东通知必须搬家 一通求助电话 此际来帮忙 没有他们相挺的话 真的要搬家这个费用 实在是一种负担 真的很感恩他们 看看这搬家志工群 许多也都是上了年纪的老人家 上人会想说我们要自觉觉他 觉醒圆满 如果说有一些苦难的人 我们也会跟他分享 让他知道说 其实这个世界上 还是有人比他们更苦 他在来生不方便 他自己又不是很方便 你想想看他在照顾 他又有师父的法 能够手心向下 他本来我们想要 我们要帮助他的那个 那个房租的那个部分 他又回钱给我们实际 真的让我看 听到我就觉得 怎么这么感动 我也应该做一个 手心向下的人 多多找找 我也是付出 因为我也觉得说 人生无常 乔迁入措 简单温馨 你主教 我们主教进来了 菩萨 这也是菩萨家庭 此季十五年长情关怀 黄先生从过去全然受注 到如今存竹筒助人 转变让心不再贫穷 待新闻 珍善美之工 洪乃文 何柏盈 台北报道 此季澳洲分会 长期关怀 致力认家庭 执行新额状案 长达八年时间 今天有一群家长 和老师参访大爱台 了解此季的心善足迹 老师和家长来到大爱台参访 要透过影片了解 此季超过半世纪的行善脚步 也了解到大爱台 进化人心的理念 其实自闭症患者 透过救疗 都能够逐渐和社会接轨 此季澳洲分会 也透过定期陪伴 给家属们 有个喘息的空间 一带气泉造成 东非严重水灾 此季大学里 来自非洲的国际学生 他们自发性的 各为东非水患的灾民 来慕行慕爱 也带动了当地店家 一同响应 一早 此季大学 五位非洲国际学生 就在准备 倒地的传统食物 筹备国际慕爱活动 花莲当地 非洲餐厅老板 得知消息 也自愿响应 我想要帮他们 所有我的小的东西 给他们 如果他们买 有点钱 他们可以帮这个 敲响爱心罗 开启善行共振 让爱飞扬的 慕心慕爱活动 给他们默默地 加油跟鼓励 就叫他们不要放弃希望 彩绘红砖屋 响应一砖三块三 共契大爱屋 给灾民兼顾的家 现场也提供美食 及非洲传统文化体验 除了慈激大学 也邀请东华大学的 非洲学生 一起尽心力 希望所有 有受到灾难的人 可以在这个时间 受到我们的爱心 就是希望他们可以 就是很快的就很开心 对 然后忘记 所有发生的事情 爱心持缘不分国界 去年印尼发生海啸 受到各国的帮助 得知东非遭受水患 印尼学生 二话不说来帮忙 这个灾难 让他们活得 现在不太好 就比之前不太好 但是我希望他们会慢慢 更好 就是变好 对对 然后我们 全部的力量 会送到他们那边 传统舞蹈 My God is good 象征非洲人 天心乐观 即使遭受损失 也相信上天会为他们 准备更好的东西 期待大家发挥爱的共振 将善与爱的力量 送达非洲 大爱新闻 这场美之宫张阳川 花莲报道 全球各地要援助东非灾民 要看到的是 马来西亚 槟城慈祭安亲般的学生 他们纷纷拿出自己 储蓄已久的红包来乐捐 也借机会 来向家里的长辈 慕惜慕爱 池源东非水患 小朋友捐出自己 舍不得花的红包钱 这些钱是什么钱 红包钱 那为什么你要 把红包钱捐出来 因为我想救那些非洲人 因为他们有过子住 你捐了几次 我捐了三次 还有一次是外婆捐了 我叫外婆看 可不可以捐钱给他们 我就跟她讲 一块钻后三块三十钱 在台北卖些钱 然后外婆就讲 我们要懂得感恩 知足还有师父 所以外婆就拿了一百块捐 第一个是阿嬷 然后是这个 另外一个是爸爸 第三个是阿公 第四个是我 第五个是妈妈 第六个是哥哥 因为如果找他们的话 钱越多 他们的屋子就会很快就建好 亲班跟家人 我们募到了十一千五百七十 大爱屋 的红砖 把爱心化为大爱屋 每分钱的价值更加成 大爱新闻 庄志文 马下报导 我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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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见 大爱二台的五件新闻要在这边告一段落 稍后大爱二台有更多新闻内容马上回来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展出半年多的时间终于要进入尾声了 明天就是最后一天 而这也让许多大爱馆的刺激志工 充满了依依不舍的情绪 这半年来的付出心得到底如何 我们要把时间交给人在现场的记者 郭远玲和林欣宏 远玲请说 是主播大爱环保科技人文馆 是大家到花博来必定要造访的亮点之一 很多人来到这边 真的是来到这边都吸收到很多的环保知识 从11月初开幕到现在算一算 哇 好几个月过去了 已经超过170天了 明天就是开放给一般民众参观的最后一天了 那么今天我们到现场来观察 很多志工真的都是离情仪 也觉得非常的舍不得 那么首先我们问您问到的是 在这一次大爱馆的总协汪宗斌师兄 师兄是不是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呢 在这段期间大家的付出 以及现在你目前的想法是什么 非常感恩 因为我们将近173天 那么动呈到整个7个连区的 使用学者来付出 那明天最后一天嘛 大家还是坚守刚会 那我们也是希望把这个大爱馆能够延续 因为上人辞世 要把大爱馆即使花博结束 我们要把这些的环保教育工人 在共资共识共行 继续延续到我们苗栗园区 化为它的良人这样 是共资共识还要共行 这是我们设置大爱馆一个非常重要的目的 那么能够让这项任务圆满 就需要很多志工们 大家一起来付出 尤其是这段时间有7个连区 一起来轮流的相互支援还有补位 那在这边请会议师姐来跟我们分享一下 在人力调度方面 是不是真的过程也挺不容易的 好 我们是第四年区 我们有七个合区 我们七个合区当中 人力的调度是非常的棒 我们有合合互学 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 有一些人呢 是因为有上班族 所以他们在上班的过程 就能够请假 尤其是把年假请过来值班 他们是把握当下 所以很感恩有这个机会来能够认识我们的环保一条龙 感恩 真的是把握每一次付出的机会跟时间 那么有些志工呢 就算是这个在上班 他们也愿意牺牲自己的时间来成就这项任务 那么现在您所看到呢 这是探足机早餐车 那么在现场呢 正在介绍的呢 他是陈师兄 陈开明师兄呢 他已经来导览有八次之多了 那每一次呢 他自己都是发喜充满 因为他认为呢 可以跟这个会众们来分享 如何减碳 这样的过程呢 让他自己呢 也是非常的开心 那么接下来呢 我们就来 来先跟这个陈师兄 借一下您的时间 您来 这个大爱馆 已经导览八次之多了 是不是有什么特别难忘的小故事可以跟我们分享呢 有一次 有一位年轻人 我跟他介绍的时候 他一直讲说 为什么他们外国人 可以一直吃蔬食 那个葷食 然后我们就要吃蔬食 那我就跟他讲说 如果连我们也都跟他们一样都一直吃葷食的话 那就找不到那个平衡点 那会加快地球软化的速度 我们只是在让它延缓 虽然是没有办法阻止他 不过 一定要苏食 因为苏食可以救我们这个地球 让我们的子子孙孙 可以永续地住在这个地方上 因为地球是我们的母亲 她是 永远地这样包容我们 能让我们可以寄住在这个地球上面 是的 的确 如素是非常的重要 要救地球不是一个人做很多 而是每个人都做一点点集结大家的力量 那么在大爱馆里头可以看到展区真的是琳琅满目 非常多 关于环保的知识 来到这边也包含如何从这个 将宝特瓶作为这个慈祭的救灾毛毯 还有水立方 以及一块省水 非常多的展区 那么大家很好奇的是 这些展区这些物品等到它展览结束之后 是不是也要被废弃掉了呢 其实大家不用担心 因为这样的问题慈祭之工也早就都打算好了 要把这些展区的物品全部都运送到苗栗的园区 那么苗栗的园区当地幅员相当的辽阔 在这几天大概从前一两个礼拜开始 就当地有很多的志工帮忙除草 除草整地 那么工班也加紧在赶工 那么在当地也要搭建这个组合屋 因为这边东西真的非常的多 所以要分批分次的来搬运 那么我们再听听看当地苗栗地区 苗栗的慈祭之工他们的说法 大家认为都是非常高兴的 这个可以来接引菩萨 共多的菩萨 甚至他们对于繁保分类知多少 他也是不了解 对不对 利用这个馆 有这个馆 有繁保分类的 大家都了解 我们总共派出去了 218位的师兄师姐 到花博那边去支援导覽的工作 所以在有这边200多位的当我们的生育军 然后呢 那未来我们也是希望就是说 利用各种活动再进行人间菩萨道照生 好 是 如果您可以听到呢 在软硬体还有人力方面呢 志工都已经先做好了非常通盘的考量 那么等到大爱馆的外埔园区大爱馆的这些展区的物品呢 移到这个苗栗的园区之后呢 到时候一定可以散播更多的环保的种子 让更多人呢 一起来了解如何环保爱地球的重要性 这是现场的情况 把镜头交换给主播 好 想要请教苑林 这半年多的时间 大爱新闻每天都有制作花博大爱馆的相关报道 想要问问看 明天最后一天要洗灯了 这个车厂计划要来如何进行 请说 苑林 的确 车厂的计划呢 非常的重要 因为包含了我们刚刚提到 有动员好几个连区的志工 一起来互相的帮忙 大家合合互协 那么初步的计划呢 今天 明天是开放给一般民众参观的最后一天了 那么2627还有两天比较特别 这是开放给在花博里头服务的志工 志工游园日 这对一般的民众呢 是没有对外开放的 那么在这个志工的游园日结束之后呢 4月29号就开始进行的第一波的车厂 第一波车厂就先以移动地上的物品 地上物为主 那么之后呢 在大概经过了一个多礼拜的时间呢 就开始来这个移除这个连锁砖 也就是说呢 在大爱馆里头呢 每一项能够再利用的资源 每一项能够再利用的物品都丝毫的不浪费 主播 好 大爱馆的设置就是为了要传递环保爱地球的理念 也看到前一幕化当中已经影响到民众的观念 还有生活习惯 明天过后 这些展区全部都会移送到慈济的苗栗园区 延续环保教育的观念 也提醒观众朋友 这几天都会是好天气 可以把握明天最后一天 到花博的大爱馆来参观 也谢谢苑林为我们带来精彩的报道 再来要带您看到的是 多情长寨的专题报道 如果要谈到慈济在多明尼家的开始 要从一群台商的太太说起 当年乔治飓风 他们跟着慈济志工勘灾 启发了慈悲心 于是在多明尼家成立了联络点 之后海地地震 这一群娘子军是发挥超强耐力 承担人力和物资的运转工作 回首过往 他们不说辛苦 只说幸福 很多慈善团体进来 那这些慈善团体 他去做了很多的地方 那这一块是完全没有人来注意 世上还有这么穷的地方 因为那时候去的时候 你会一直看一直掉眼泪 当我非常感动的时候 当学校盖起来以后 我发现小朋友 已经不再往垃圾山跑了 他们在教室里面 有那种朗朗的读书生出来了 那是让我最感动的一件事情 我看到一个用纸箱搭盖的 那种小盒子 那一个小宝贝就躺在里面睡觉 这是唯一他们可以遮风避雨的地方 说起乔治巨风救灾的情景 这群妈妈们就是不舍 这也是慈悸在多明尼家的开始 你看那些小朋友小孩子 就那边边找边往嘴巴塞你知道吗 他不会想说这个不为生事人家不要的 他会捡到喜欢吃 他还是会往嘴巴送 我们在这里做生意 在这边赚钱 就应该回馈给他们 然后你看台湾的团体 这个外国来的 我们的慈悸人都愿意来了 那我们为什么不能去付出 我们也是完全是被慈悸的这一份感动 他们是加勒比海的第一批慈悸人 一起穿上柔和忍露衣 也一起扛起了在异乡做慈悸的责任 我们这里就是完全就是一个菩萨转运站 不管是把人转运到海地 或者把海地的师兄姊姊们接回来 或者是物资送过去 两个月的时间光是机场的接送 就超过千人次 意外的收获是大家都瘦了 那时候真的是一天飞机来来回回 超多的 他一定要去注意的班机来 要走的要来的 一定要注意要安排接送 我不能把师兄姊们 骂在机场没人家吧 那时候真的是 所以他每天都打电话 你现在接着几个 几个要吃饭 会忘了自己要吃饭 但他们总计着 前往正灾的支公们要吃饱 为了让远来的家人 能够吃到家乡菜 买的是中国城才有的台湾味 这台湾才好吗 当时菜犯们都知道 慈激在海地震灾 主动供货 自动减价 还因此成了慈激的会员 来看我们在那里 十年的混岛 说明这里的向来互动 无法在第一线救灾 但没有他们救不了灾 即使在做菜时受伤 想的还是救灾工作 那师姐说 这边医生这么多 赶快请他 哪一个医生帮你包扎 我说不用不用不用 我自己包扎就好 因为我们有急救箱 我说如果看到我的手这样 我还在煮饭 他们敢吃吗 跟他讲 我是吃素的 麻烦你不要把那块肉夹给我 笑谈往事 也是最珍贵的回忆 继续坐着开会 11点多他先生就打电话 你是在哪里啊 你媳妇已经快要生了 你还不回来 他马上跳起来 我说你怎么了 她说我丈夫要生 我没急回去 我又在这里 听说后来他的孙子叫什么名 当然当时 所以我把他娶海地 养海地 一起行善20年 他们有着让人羡慕的好情谊 多一个少一个是没有差很多 但是我们做了就是 心里就会感觉说 谁说没有差很多 差很多 尤其是少掉你差太多了 不能没有你 不能没有你 我们扶不下去了 这样就感恩了 这样的啊 为了防止毒品泛滥的问题 由立委提出 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的修法 希望能大幅提高 贩卖毒品的法则 也要修改新兴毒品的认定标准 再厘清 那我们希望说在修法之后 能够对于这种 国内即使还没有发现 但是在国内 它有极为类似的物质 我们已经可以液管的情况下 我们可以是把它包含进去 有最高的法则2000万 提高到2亿的法则 把这个毒品 这个伤害在罚款的部分 把它加高 目前国际有549项认定的毒品 但许多在台湾 还没有法律规范 造成警方的执法困难 未来希望能跟上国际脚步 另外还加重 对毒品贩卖者的刑责 特别针对贩售毒品 给18岁以下的未成年者 希望能遏止毒品入侵校园 还有就是对公寓西 二手毒品的情形 也希望能进一步修法 给台湾一个无毒社会 60多年前 以色列政府在犹太国家基金会的 号召之下 在卡梅尔山 种上了一大片森林 但没有想到 2010年的一场大火烧毁了500万棵树 现在国家基金会决心要重新栽种 收复期间也发现大自然的神奇力量 让基金会能够采用更好的方式 来拯救国家的绿色资产 郁郁葱葱的树木 覆盖在以色列北部 卡梅尔山的山坡 但是九年前 这里有超过2400公顷的森林 在整整四天的大火中 被焚烧殆尽 不过以色列犹太国家基金会 在修复森林的这九年内发现 灵火虽然烧毁珍贵树木 却也为人类带来另一个生机 基金会决定改变种树策略 只留下在大火幸存的松树 一方面是为了减少人为干涉 对大自然回复力的影响 另一方面也是考量到 现在的气候条件 和之前打不相同 种月多数不一定对森林好 在气候改变时 它更适合 提供树 更多空间 来拯救水 用的水 用的充填 用的充填 为其它创建 我们使用的充填 我们使用的充填 为了充填 六十多年前 以色列犹太国家基金会 号召民众 将光秃秃的卡梅尔山 变得绿意盎然 虽然日后这项珍贵的资产 被无情烈焰吞噬 但现在却以另一种方式 浴火重生 展现大自然奇妙的自愈能力 带新闻郑宇轩编译 德国柏林动物园 有一只四个月大的小北极熊 赫塔最近公开亮相 新闻最后就要带您 一起来看它的可爱模样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再会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